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是什麼呢? 看到地上上有兩大盒的東西 包括左手邊的So-So Toys Mr. Ice 沒錯,是一個冰冰凍凍的急凍人先生 編號是SST-057 但是我知道左手邊有一隻Figure 右手邊的是什麼呢?Ice Chair 沒錯,其實是同一盒的東西 但是就分開了兩個盒 沒錯,就是一個急凍人先生 以及他的急凍的凍凍 原來把凍凍一拿進去的時候看到很誇張 你看看,盒子是多麼大盒 跟Figure的盒子差不多 還要是勁口的 另外第二張盒可以看到 把他打開了急凍人的盒蓋之後 看到裡面還有一幅很漂亮的畫 拿著雪卡很帥的急凍人先生 現在事不宜遲,開出來和大家玩玩 鏡頭一轉點開了 首先看到急凍人先生 以及他的座椅和小小的配件 這次的配件可以說比較寡 是只有手型幾隻 但是有這麼大的椅子去補償,我覺得是非常強勁 神經病 馬依俠日拿回家時,我也覺得這麼大的椅子 我待會怎樣跟老婆或母親交代 真的要想辦法才行 不如我們先看看配件 配件就是剛才也說過,手型不是非常多 除了放鬆的手型外,就有一對 一對可以拿著雪卡的手型 那些手型全部不是只噴了藍色的膚色就算素 它就有層次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有似彷彿 電影中阿樂是化妝化出來的感覺 那些銀色就有閃粉給我們的感覺 如果在燈光不同的角度照射之下,就有反光的效果 你相信我,實物會漂亮很多 一對可以拿著雪卡的手型 除了之外 當然,作為一個阿諾舒華森力碑的一個模型 拳頭少不免 有什麼移動呢? 拳頭都可以打死他的敵人 一對的拳頭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有少不免的 就是一個非常之強勁又大顆的鑽石 沒錯,是你同學都喜歡的 很大顆的鑽石 就可以給老婆看看 或者給媽媽看看 因為都是這個急凍人的配件 這個鑽石的切角是非常之晶瑩通透 燈光之下,你會看到它是閃亮 好像真的一樣 我懷疑是否真的呢? 除了鑽石之外 還有非常之重 有雪卡的一支 畢竟那些動作片的英雄 很喜歡吃這個大大支的雪卡 這支雪卡就是一個 銀銀的、藍藍的顏色 好像有非常之冰涼、冰凍的味道 我又沒有吃過雪卡 正常來說 我就不知道是否有冰凍的感覺 好,另外剩下的 待會先講的配件就是那張椅子 好,現在終於講完配件了 可以見一下這個真人 這隻老實來說 我是非常之期待的 雖然它的配件比較寡 而且造型就是在這個 它的基地那裡 穿著這件睡袍的感覺 喂,但是呢 是非常之過癮 因為你會知道 看電影裡面 這個蝙蝠俠與羅賓 它經常穿著一個非常之重的 重型急凍裝甲 所以,以一個的造型來說 是比較冷門的 竟然是有廠商原意 去稱一隻Figure 我覺得是非常之... 猜不到它,很驚喜 最重要就是它的賞色 我會見到它重現 阿諾舒和森尼加的無樣不只 它的樣子是非常之似的 那些賞色就是跟電影裡面的裝 所以它的嘴唇比較藍藍的 那個瞳孔也是藍色的瞳孔 最重要就是在不同的燈光之下 你會見到它的閃亮亮 不是寒珠 它絕對不是熱到出汗 是說它的皮膚有些冰凍的感覺 其實這樣一個真的非常之美 當然這個造型因為急凍人的關係 它就是光頭 沒有了眉毛、頭髮 還有一個藍色的膚色 如果So So Toys可以的話 不如我求求你 你可以否再推出更多 阿諾舒和森尼加的Figure 我對你這個頭都非常有信心 現在看到之後 不要浪費了 不如再推出更多 又或者推出個裝甲版給我們也好 另外就是它現在的一身裝束 剛才說過 它這個類似是一個睡袍的衣服 上面印了很多不極熊的衣服 它全部用了燙膠去處理 滴膠 真是蠻漂亮的 另外就是它上面的衣領 又帶了一條絲巾 上面有顆石 果然是鑽石的Fans 喜歡鑽石絕對不是美女或女士的心頭號 想不到連阿諾都喜歡鑽石 鑽石對它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另外就是 看看 掃體也有做到淺藍色的 不是淺藍色 一個藍藍灰灰的 類似它的膚色的感覺 雖然掃體沒有噴到色 但也做回了這個承認膠 起碼都叫做 如果一隻手舉起的時候 都不會穿蚊的顏色穿蚊得那麼緊要 手栽也是一樣的 現在就趁這一隊放鬆的手型 另外它的腰部也有一條腰帶 蓄住了 另外可以打開它 為什麼可以打開它 是否想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這個位置全部用了磁石的機關 所以被你塞住了它 就不會走光 走得那麼厲害 好了 但我也是很差的 我也想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不如一齊開來看看 阿諾的碎袍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了 一打開它 原來阿諾是藍色的那條褲 那條是棉褲來的 他做了一條藍色的棉褲給我們 當然這套戲裡面 我從來沒見過 它的尾腿會露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們不知道 它是不是真的穿著 一個藍色的棉褲 原來他都怕懂 另外就是看到它一對 紅啤啤的 不極紅的一對毛毛拖鞋 但很可惜的 它不是用毛毛的質感做給我們 不是用那個材質 所以就變成一個 雕刻的狀態給我們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型絕對不會變形 也不會很容易毛毛會脫 又或者變成黃鑑鑑的感覺給我們 那對不極紅 看到那對眼和鼻子 都上了一些靈魂給我們 應該就 那對眼上色是看到有瞳孔的 壞鬼 另外就有兩隻象牙的顏色 牙齒的顏色 另外鞋底那裡原來就有一些坑紋 我幫它穿好 不要走光 被人益了 被人看見 很吃虧 話畢是一個很有型的男士 話畢是鑽石的 是不是黃到五 它是一個愛妻號 那素體方面 我們看看頭 頭雕那裡 它就是用了一個 頭雕連頸的狀態 頭連頸 不要想著把它拔出來 配合其他大廠的 阿諾專用的肌肉素體 就不可以 另外 裡面那裡 可以開來看看 有些八卦 原來素體 也是穿了 剛才的一個 藍色的棉衣 應該是由頭到尾 即是到腳跟 那裡 素體上面 高度比例 也像阿諾的高大 威猛的男士 另外 配件方面 剛才也說過 那些小小的配件 剩下的就是 超級巨型的一大盒 沒錯 就是它那張冰凍的椅椅 Ice Chair 這個Ice Chair 其實就是一個膠件 好 我們把它調一調位 先不如 阿諾就站在這裏 好了 這個非常之大 哇 閃亮亮 很亮 裡面就是 上了一些銀色的底部 沒錯 這座椅子是空心 因為如果在實心來說 應該重到你都拿不起來了 這個叫空心的椅子 其實我覺得已經有不錯 因為裡面做了一個 銀色的底部 所以上面 裡面有一個透明膠的感覺 會令到它有一點點幻彩的感覺 有些金屬感 質感其實是挺好的一張梳化 有了這張梳化之後 阿諾就可以坐在這裏 探住它最深愛的雪茄 拿著它最深愛的鑽石 現在看到阿諾這麼chill地坐在這裏 探住它的雪茄 拿著大鑽石 坐在這裏 那裏 這張椅子也挺大 相片非常相似電影的其中的那一幕 真是想不到的 有時候副廠就很用心地去出 他們認為是個性的題材 有時候大廠可能會比較保守 可能會怕出這個造型 有沒有人買的 可能只有幾百隻 又或者真的沒有人買的 不如到時真的虧管 不做了 不要搞了 搞些可能會比較滾陣的角色 造型那些 但有時候 為什麼會買這麼多副廠 就是因為他們會給我們很多驚喜 包括今次有Social Toys 一個057編號 這隻急凍人 急凍先生的一隻figure 你就可以感受到一種開心的快樂 配件雖然比較少一點 但你會感受到製作方的誠意 就是他們很用心去打造的一隻figure 以及最重要的質素 是絕對不會輸蝕給任何大廠 當然要選的時候 都要選一些有信譽的 以及出得好的品質穩定的牌子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都喜歡Social Toys的SST 057 這個急凍人先生 以及他張彈的1比6S雙figure 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 大家記得多久 Jean 到現在 有人請進 來 那個 導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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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